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這樣看 這幾年我們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通常都是土地的議題 不管是徵修或者居住權 或者是城市的規劃 我想我們有一個共通點是 我們的國家難道所謂的都市計劃 所謂的經濟發展就是全部都是由別人來決定 那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政府好像沒有做什麼 所以以我們這個都分的來看 我們剛講說有700個地 特別是有700多個地方已經被確定了 已經被劃定 但我們手上的資料是805件 那這805件 那我們不知道說哪一天會礦到自己人家 像在東部也是一樣 也是騙地風火 台北市也是騙地風火 像我們都更的案子 我們像明天還有嘉義的人要上來 嘉義也有都更 那個都更那叫嘉義火車站前黑金段 真的是黑金段 那也有台南的案子 所以這個不是說只有個人的問題 他確實是騙地風火 不管你是有產權沒有產權都會遇到 像農地的部分也是一樣 通常都是一樣 那他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你只要是弱勢 你就是會被欺負 這是很現實的一點 那我們要怎麼樣成為 就是不要成為弱勢呢 可是我們天生就這麼窮 沒有辦法 那像剛剛大哥講的沒有錯 我們可能就是要整理論述跟串聯 然後製造出行動力 但是這個很多事情都要很開始 我想今天就是開始 我們都有看到彼此的問題 也許我們在以前沒有那麼專注的聽 大家講什麼 可是這一次的話 我想大家都有很大的收穫 那現場確實有很年輕的 也有影響很大的 那我覺得這是件好事 那我們就從這對話開始 謝謝 那我就先就我剛剛目前為止聽到的 就是想說就延續剛剛 有些人就講他的串聯啊 或是說我們共同的願景是什麼 想要就講一下個人的想法這樣 就是剛剛其實在聽那個 就是東部疫情人這邊報告說 看那個圖實在是就是起雞皮疙瘩 因為他其實每一個案子的範圍 都非常非常的廣 然後我們看起來就是 好像其實是各自在不同地方作戰 但是其實目標還滿明確的 所以可能政府所謂政府或財團 他就是其實我們在對抗是那個過程 就是說怎麼樣 他其實是用一種非常快速的方式 然後用開發主義 用經濟誘因來作為 就是讓人民之間互相撕殺搏鬥 或甚至說比如說類似在都口裡面 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明明是在爭取的是某一種 對於原本的 某一種生活品質的想像跟追求 但是他會變成說就是多數人 多數人已經同意了要蓋大樓 那你們少數人在那邊阻擋 那很多人都跟我們說 你們是不是反都更團體這樣 然後講到後來大家都很害怕說 我們都不敢直接講說 我們是不是反都更 因為這個東西包括在團體裡面 都還有爭論 因為有些人就是真的很需要 在也需要被杜耕 但是我們必須要澄清就是說 就外面有傳單 我們自己的想法跟杜耕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一張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有 這邊都不是說少數學生寫的 其實是居民跟學生 大家分段一起寫 一起討論了以後 整理出來的 我們自己對於杜耕現階段的想法 一個是說就是其實說 比如說類似整建要替代重建 因為其實政府他們講說 什麼日本的核災 然後我們現在需要 跟高防震的悉數的建築物 來去捍衛我們的 就是生活品質的安全等等 但是我們其實不太相信說 高有大廈會比一二層樓的安全 這是還滿明確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其實剛剛聽起來農民 然後松菸跟都更 或是說跟東部泉 我們之間有什麼觀點性 我自己感覺到的比較是像 比如說其實大家都在盼望 某一種更永續的生活吧 就比如說類似 我們跟松菸之間很直接的連結 就是比如說類似 我們其實也講節能減碳 都跟我們也想說 就是把這些對於生活的想像 選擇權這些事情 重新都交回到居民手上 但是在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們必須要把那個堂儀一起剝掉 就是把那個 例子這個堂儀一起剝掉 然後一起重新找說 那在這個過程中 像比如說居民的聲音 參與怎麼樣去投入在 某一個都更的案子上面 那那個東西才有辦法 重新去定義都市更新 或者說包括農業的部分等等 就是那好永續的想像 就是說台灣現在是沒有國土計畫的 國土計畫法 從過去民國的九十幾年 到現在完全推不懂 那中間有什麼原因 大家可能也各自還滿清楚 就是說有什麼樣力量在阻擋 但是從民間 就是從不同的地方 城市的 鄉村的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跨區域的 我們這樣怎麼樣去拼湊出 某一種想像 好像是接下來可以討論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 剛剛想要補充的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討論到 那個尊嚴這件事情 就我們到底回到人的尺度 我們在追求什麼 那我自己感覺是比如說 就還滿深刻是說 其實很多人在那過程中 在講居住的尊嚴 居住的制裁 居住的尊嚴 就像比如說我們在談 有一個問題在我們聯盟裡面 吵了好幾個月 都完全已經就算新聞稿準備好 都無法打的議題 但是關於違建戶 是現在沒有土地產權的人的議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其實很多人都擔心說 他的居住權這件事情 到最後被活生生被轉換成 單純就是財產權這樣的事情 例如說市政府現在給的方式是說 我給違建戶 你只要符合違建戶的資格 我就給你一定評數 那這個評數如果被拿來轉賣怎麼辦 然後所以有些人 有些學者 專家他們就講說 那針對違建戶部分 我們就 他們是弱勢 我們就給他們社會救助 我們就給社會福利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跟野戶硬 剛剛有三英提到的問題 就是說 就算蓋了隆恩普大樓 社會福利的框架底下 他是排除掉很多人的 然後很多居民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明明不是違建戶 我們明明市居在這邊 房子就是我們自己蓋的 為什麼我們硬要把自己塞為 是違建戶 為什麼我們要把自己貼這個標籤 還有就是都市更新本來沒有來的時候 我都可以好好坐在這邊 為什麼現在要跟我講說 我必須要被救助 我必須要社會福利 這是什麼樣子的政策 逼了一群人要去領社會福利 或是究竟金 或是要去塞在社會福利框架底下 這個好像是需要重新思考 就是說今天在居住尊嚴 跟環境正義的部分 其實它中間並沒有那麼大的漢格 那漢格是什麼 就是好像需要我們 就是大 對 我以為今天是個起點啦 謝謝 謝謝 其實 越講到最後面就心情就越沉重 其實 應該怎麼說 我很難形容我現在的心情 其實我對我們送菸的案子 還是很多關聯 我還是覺得這林公園會回來 不可救了就對了 就是 我覺得在這些案例裡面 其實講合作 我覺得大家其實彼此心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坐在這邊所有的人的心情 其實都是很接近的 所以 有能力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願意彼此互相支援 那也許可以請 你好這邊也許可以建立一個平台是 其實就要鼓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社運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鼓勞知道 明天有誰要去哪裡抗議 對 那在我們能力所及的情況之下 可以去深遠的 基本上大家都會盡量去幫忙 這是現階段 其實我們今天在這裡每個團體 提出來的一件事情都是 我們人都真的好少 所以說 也許在某一些議題上面 其實我覺得 我很好奇台灣有沒有 另外一種不一樣的茉莉花革命 在政治之外的 在政治之外的 我真的很好奇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就是 除了選舉 除了政治人物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力量 可以去改變這個社會 當然從現在坐在這個房間裡的 大家的心都一樣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我相信都願意從自己本身開始做 國光實化算是一個意外 國光實化其實 因為我自己是荒野的夥伴 我們很高興大臣師弟留下來 可是那個東西也是一個政治操作 我必須這樣講 對 那也是一個政治操作的結果 讓他變得很順利 可是其實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他其實應該大家看到的是一個正義 一個土地的正義 這塊土地真的應該這樣子去用嗎 而不是由特定的人收割了最後的東西 我們不是大家要搶功勞 沒有人要搶功勞 因為都只是為了這邊土地在努力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事情 其實一直在發生 就是講到很多東西 講到最後都是 失去了它原本真正的意義 談到最後 所以其實今天講到這裡其實還滿 心情很複雜 我其實平常是個很快樂的 其實 可是我昨天去參加廣時的樹保會議 我現場其實我也 複雜還滿慘的 因為就像松菸 樹死了很多 樹真的死了很多 我們都很難過 可是在昨天的樹保會議上面 我們看到了台北市樹保委員會 基本上府外委員已經改變了 因為松山驗場的案例 他們重新去檢視了他們以前做的決定 所以樹保委員是直接就講 如果今天再回到以前的審查程序 看到知道會有今天的這樣的結果 我們當時會不會同意一起 所以我覺得每一件事情 其實大家真的都做得很累也很辛苦 可是它還是會有它的影響 時間累積以後還是會有 為往後的案例 留下一些可以支撐他們的力量 雖然松菸的巫術運動失敗 可是至少松菸的這些老樹 目前還因為他們的慘案 所以讓廣時的樹可以更有機會去留下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走到底吧 我們就是為下一代負責 對 我們的心情大概是這樣的 謝謝 大家好 就是話總傳回我去 我今天聽因為我自己就是在做這個東西 我都不會說我在弄社運 我就是別人朋友都在玩的時候說你在幹嘛 我就說沒有要去就是說說話 跟別人對話 就是做我想做的事 我覺得我每次就是到這種場合 我會很害怕我自己想要就是跑掉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歷史學者 就是想當歷史學者 然後我應該繼續去念書 可是這個東西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困境是 因為我們對民主 很多人對民主的認識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自己學歷史嘛 我們去西洋市民主這樣上來 多數決不是暴力的 多數 真正的多數決應該是指說 所有人達到一致的共識 然後都是為這普遍共同的利益 覺得是好的 然後所以少數人 放棄自己 絕對想要的東西 去服從這個多數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但是台灣現在的多數決是錯誤的 就是大家都把共同想要的東西 舉手 我要這個 然後大部分人很容易被眼前的東西 蒙蓋出不去試著理解的時候 就會變成有些人被剝削 有些人被壓迫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你隨時 或是不是隨時戰戰進進 你就可能有可能每分每秒 就突然被剝削一些什麼東西 可是我覺得不用太悲觀是 至少今天在場的大家 就是都在試著去理解每一件事情 甚至在聽別人發生什麼事 所以雖然我剛剛在上面講說 我很無力 其實我還好 就是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不這麼多開發 其實像七星潭也擋下來了 然後有一些案子也擋下來了 有一些沒有辦法擋 那但是我覺得 要怎麼說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離群所居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不斷的對話 即使是像剛剛可能有 大家看了都會很感觸的畫面 可是就是自己的組織 或是對外 對你有誤解的人 或是你想解釋的事情 就是不斷的對話 但是就是 只要記住一件事情就是 要確保自己的意識 不是去破壞到他人 就是自己也不是想去壓迫到別人 我覺得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即使今天像東部藝圈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人 就是我是東部藝圈裡面最年輕的 就是有花蓮當地的學者 還有像地球公民基金會 或是荒野的很多就是前輩一起在做 然後但是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 對花蓮想像都不一樣 可是大家都先繼續做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講說 怎樣是最好的結果 不管是哪一個議題 怎樣是最好的結果 誰說那個都市更新的人 就是站在政府立場 他們就確定不是想做事嗎 他們就是一定有弊案嗎 當然一定有弊案嘛 就是會有各式各樣的人存在 可是因為就是有各式各樣的人存在 所以我覺得反正就是大家也不用覺得 無力或什麼 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可是就是要去對話 像花蓮的衝突的話 我們自己要去解釋這東西 因為花蓮真的碰到很直接的衝突 就是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後山人 那政治人物也說 你還要再被當熬酸愛人嗎 之類的 然後中生帶來說不行怎麼可以 所以很容易被撕裂 怎麼辦 我們就去做一個動作式 我們到處去開座談會 或是我們連小學都去了 小學、國中、高中、大學、一般社區 我們全部都去 只要願意聽的人我們就去 然後在台北也是 什麼地方開了我們就去 像今天會來這個場合 也是因為就是友文君邀請 因為他在關渡聽著我們 就是在那邊開一場座談會 然後我們在所有的座談會的時候 我們都會發一張小卡 請大家寫 你對東部的夢想是什麼 你希望東部的樣子是什麼 我們把所有的小卡 就是在可能有一些要去衝突的場面 我們就把它貼成很大一面 用花蓮的地圖、花東的地圖貼起來 我們叫做東部夢想牆 我們就想說這些土地是大家的 那我們一起去做這個夢想 那其中我們至少不正義的東西要去反對 那什麼東西是最好的不知道 所以就繼續去討論 我覺得就是不能放棄的就是對話 就起碼就是我自己是在不斷的對話 因為我希望花蓮很好 因為我很喜歡花蓮 可是我也知道花蓮現在的狀況 不去做什麼發展 真的我會去沒工作沒飯吃 而且我會想要可以揮灑的空間 因為我覺得我是個有能力的年輕人 所以我會想要有一個可以上去的管道 可是花蓮沒有 但是我又不希望花蓮便 所以我自己都沒有辦法解決我自己的矛盾 所以我只能透過不斷的對話 像參加這樣的場合去檢視自己 至少不要做出錯的決定 然後可能我覺得東部一圈有一點 我們就是後來我們就好保 我們就用東部夢想牆這樣的東西 其實有一點近似於是 剛剛應該是黃老師說的 他說有一點像說用一種人文價值的東西 從去檢視自己 然後或許可能這樣的場合 可能過了幾年就會被認為說 是什麼人文運動的心發跡的地方 也有可能 但至少就是要確保我們自己 不要去做錯的事情 就是你不放棄的話一定會有人接受 因為像我自己在做這個 因為我自己是知道七星潭要蓋飯店之後 就文不爽 然後我就找了福大心理系 因為福大心理系就是 就是蠻多社運的老師在那邊 然後所以他被影響很深 然後我就去找他 我說我們去反對 可是我什麼也沒有 我爸爸是老公 一天到晚做的要死 然後我們再來不有錢 然後大家都說你別傻 可是我們去做 去做就有人來找我們 然後記者也來找我們 然後就由前輩來說 欸年輕人我們一起來做 就力量就這樣集結了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這樣的經驗 就是算給大家鼓勵 雖然我是一個很年輕的經驗 不好意思 大家都做了這麼多年的文工方 然後所以就是我覺得 只要有去做就有改變 而且我覺得越來越 我的同學們其實花蓮的年輕人分成兩派 我是浪漫派的 就覺得自然美 我們一定會有更好的文藝未來 那另外一種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大開發一定要有錢 年輕人都分成這兩派 那我覺得我最近就感化了不少 開發派的年輕人 因為我就說你閉上眼睛嘛 你睡前閉上眼睛你想想看 你回家的時候你想看到怎樣的花蓮 然後我就要每天去做 然後至少他們開始知道 他們至少不想要是一個 亂七八糟的花蓮 甚至是自己父母很窮 然後可能就是他也沒辦法養他父母 然後可是錢都在有錢的手上 我覺得這只能透過自己不斷去影響別人 所以這樣的場合就是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人來參加 或是剛才遲到這樣過來 可是我就覺得這樣的場合可以多對話 那可能有很實際的東西是 今天如果我們發現 像國光石花就真的是一個特例 沒錯 但是我們今天發現有怎樣的方式比較好 那透過這樣的平堂就可以做交流 怎樣的策略或是怎樣的法令 或是我自己一直在想說有沒有可能有一種修法的道路 台灣整個民主公共參與的空間太少 沒有任何民間監督可以參入的機制 這是法律的舒實 那法律是個中性的東西 所以如果在場今天有學法律的人 那你就繼續聽了這場拿 就喚起自己良心往修法的道路前進 那我學歷史的我就繼續保存我歷史的古蹟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大家發揮各個所長 然後如果組織裡面有意見不同的 即使今天跟別人意見不一樣 沒關係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因為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最好的未來 就包含我們東部一權力聯盟裡面 真的是荒野的人跟我們當地人想的不一樣 可是有一些立場又是一樣的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就合作 那不一樣的事情我們就各自去找 各自跟我們想法相同的 但是就是不要違背自己的良心 就是我自己 就是今天講好多話 就是大概聽了剛剛講了很多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起碼比較實際的東西就是 一個比較內心的東西就是 我們保持我們自己的浪漫跟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可以再做一些策略的交流 還有資源的交流 像如果是如果誰是媒體工作者 那就去幫忙寫 那誰學廣告的就幫忙去拍廣告 如果你也關心這件事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在台下聽的所有人的背景 可是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做不難 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這些東西 前年才踏進來 然後我也是一直默默到現在 還不明其妙代表 東部一群人來這邊 所以就是鼓勵大家 然後可是就是看誰願意去做這個組織交流的角色 因為大家都很忙 然後所以誰可以去做 像之前我知道 像有一些部落他們有一些社團有一個連線的叫做快連線 好像網路上有這樣的社團 就是把一些的工作者連起來 然後他們有一些一起活動 我覺得都是可以參考的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台灣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